第五章,一只手镇压,啊,鬼呀,大电道的一瞬间,一个拆迁的工人想去搜刮百星上人坐像上的金箔,在众人看来,他就是一脚踩空摔了下来,只是摔下来之后,就一直惨叫不已,鬼,有鬼,有鬼呀,这些记者顿时被那边的动静吸引了目光,纷纷把镜头对了过去, 拆迁的时候,发生事故,这可是大新闻,冷静,都冷静,王总见到记者的摄像头对准了这边,赶紧让几个人去按着那出事的工人,还没凑近,那几个人就感觉身体发凉,更是感觉鼻尖有一股恶臭,原本晴朗得天空,不知何时已经是乌云密布,损毁的镇腰关废墟上,各种打着旋的旋风吹起了细小的沙石, 恰在此时,一辆轿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了现场,江会长,王总眼前一辆,赶紧走过去打开了车门,车门打开,从上面走下了一个先锋道鼓的老头, 这背负双手,面带微笑,头上打着道计,下巴留着全白的山羊湖,身上更是穿着一身简易的道袍,一看就是高人, 全国道教协会会长江云山道号青云上人,这些记者也都是专业的,知道这位的厉害,一时之间也都是激动, 没想到这金水公司还挺厉害,竟然把全国道教协会的会长都给找来坐镇,那边怎么了? 青云上人指了指那边惨叫的工人,王总马上就在他身边解释了一下,青云上人听完之后摇头笑笑,撇了一眼楚河, 随后大步走到了那名工人旁边,伸出手指,一下点在了他的眉心,只见到刚才还尖叫的工人瞬间平静,神了! 噼里啪啦的拍照声瞬间响起,青云上人嘴角浮现微笑,淡淡说道,这工人并无大碍,诸位不必惊慌, 只是刚才失足,受到了一些惊吓而已,至于什么妖魔出世,都是无稽之谈,不必在意。 说完,他便朝着楚河走来,在外人看来,这青云上人先锋倒鼓,可在楚河看来,他脚步虚浮,身体孱弱,明显纵欲过度。 刚才制服那工人的意志,也并非多玄妙,只是用真气强行震撼了工人的心神。 简单地说,那工人之所以现在那么平静,纯粹是被真气冲杀了。 你就是楚河,楚河不知可否,只是淡淡看向这个所谓的青云上人。 呵呵,小伙子,你的心情我能理解,毕竟道馆被拆,你心里肯定不好受,但倒也不必去编造这些威严耸听的谎话来制造恐慌。 他对着镜头笑笑,仰头道,这样吧,等这边事情了解,你就去我的道场上班吧。 此言一出,顿时引起无数夸赞。 青云上人心,还是好,不过对有些人不需要太好,他们不配。 这楚河,为了一点拆迁款满嘴谎话,哪里像是出家人。 青云上人别被骗了。 楚河却眉头直皱,痴笑道,上人,他也配。 众人一愣,场面寂静了一下,随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了江会长身上。 或许是他们不清楚,上人二字也是谁都可以当得起的。 他师父百姓上人,才担得起上人这个称号。 至于这所谓的道教协会会长。 呵呵,在楚河看来,他甚至都算不上道士。 你怎么说话呢? 江会长还没说话,他的狗腿已经目的不行,江会长看你可怜,才让你去他那里上班,你就这么对江会长。 恩将仇报,恩将仇报的废物。 江会长配不上上人的称呼,难道你配? 恩将仇报的人受什么惩罚都不为过。 恩将仇报,楚河笑了,确实,恩将仇报的人受到什么惩罚都不为过。 都少说两句吧,这小道士道馆被拆,心情可以理解,大家就不要再给他压力了。 江会长,你是不知道,这小子为了一点拆迁款,连这地下镇压妖魔鬼怪的事情都说出来了,还要我们准备好棺材,这的,我们没揍他一顿都算好的了。 江云山点点头,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,而且此地确实有一些诡异的地方,不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就算出了什么意外。 我一只手也能将其镇压,眼看到他的大大殿里面,百姓上人的坐像也要被推到,冲天的黑气更是浓郁不散。 楚河笑了,冷笑,一只手镇压,你确定?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抖音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收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